这个视频,我们来聊一聊苏氏的《念奴交赤壁怀骨》 这首《念奴交赤壁怀骨》是苏氏词中的豪放名篇 写作这首词时,苏氏经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已经两年有余了 被贬黄州的时间,苏氏失落苦闷,于是四处游山玩水,排浅悠凡 这一天,苏氏来到了黄州的赤壁基 相传,赤壁基是三国时期赤壁的古战场 赤壁之战中,周瑜指挥吴军用船只装满甘草,乍撑投降,尸向曹军 船只接近曹军时,江船点燃 一时之间,锋猛火烈,烧着曹军战船近毁,惨败奔逃 这场战争的主角周瑜也成了一代豪杰 站在这曾经风烟滚滚的古战场,看滔滔江水 苏氏感慨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滚滚长江,向东流去,那滔滔巨浪,逃进千古的英雄豪杰 向西远望,苏氏说,顾磊西边,人倒是三国周郎赤壁 顾磊是古时军队赢磊的遗迹,周郎就是指周瑜 看到古舅赢磊的西边,人们说那是三国时周瑜大败曹军的赤壁 赤壁景象如何呢?卵石穿空,惊涛拍案,卷起千对雪 陡峭的山崖直冲云霄,汹涌的浪涛拍击着岸边 那卷起的浪花就如同千万堆白雪,真是奔马轰雷,惊心动魄的景象啊 面对如此壮丽江山,苏氏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雄奇的江山壮美如画,一时之间涌现多少英雄豪杰 站在赤壁古战场,苏氏开始怀想三国时期的英雄豪杰 最先想到的,当然是那指挥赤壁之战的周瑜 遥想宫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应发 宫瑾是周瑜的字,小乔是乔公的女儿,三国时期著名的美人 遥想当年的周瑜,绝代家人小乔刚刚嫁给他 那时的他真是威风赫赫,意气风发 智慧战争时,他羽扇观金,谈笑间,强鲁灰飞燕灭 观金是指配有青色丝线的头巾 羽扇观金是儒者装束,形容周瑜有儒匠风度 强是挂帆的桅,鲁是一种谣传的讲 强鲁,指代曹操的水军 指挥战争时,周瑜手持雨扇,头戴观金 从容镇定,风度翩翩 只在谈笑之间,便使曹操的水军化为灰烬 这是何等的英雄气势 想当年,周瑜建功立业,年少有为 看现在,自己被贬黄州,老大无成 真是落差好大呀 于是,苏氏自嘲道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花发 故国神游,就是神游故国 这里指苏氏神游古战场 花发,就是指花白的头发 神游古时战场,可笑我多情善感 早早生出了花白的头发 哎,光阴虚度,壮志难愁 还真不是一般的失落呀 可是,以胸襟旷达文明的苏氏 怎么能被这种仇烦久久求困 于是他说,人生如梦,一尊还泪江月 泪就是将酒撒在地上,以表示平掉 人生就像一场梦一样 种种仇烦不去想它 还是放眼大江,且撒一杯清酒 平掉江中的明月吧 这首念奴交赤壁怀骨 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它气象磅礴 雄浑苍凉 在这首词之前 五代到北宋的词都在写生活中的 小事件、小经验 可是这首词忽然写 大事件、大经验 一下子为词的内容开拓了新的方向 苏氏在这首词中 借对古战场的平调 和对昔日英雄豪杰的追念 曲折地表现了自己空有壮志 却老大无成的悲愤心情 可是在这种悲愤之外 那人生如梦 一尊环泪江月的但远金怀 又为本词增添一股旷达的气息 如此 本词容、邪景、勇史、抒情为一体 豪迈超旷 震人心魂 堪称千古绝唱啊 念奴交 赤壁怀骨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 风流人物 顾来西边 人道士 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 惊涛派案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 一时 多少豪杰 遥想恭锦当年 小桥出嫁了 雄子应发 与善观金 谈笑间 强弩 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 多情应笑我 早生花饭 人生如梦 一尊 环泪将运 好了 念奴交 赤壁怀骨 就讲到这儿 快去做题 拿金币吧 你 感谢观看